1944年8月,日寇尾打通由平汉路京乡,桂梁省,至越南的陆路交通县,攻陷湖南衡阳后,由湖南,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。 1944年8月,蒋介石,沿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,在广西的桂林、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,这次对日寇防御作战,史称桂柳会战,日寇由恒山用指挥的第十一军,共七个师团,由湖南向广西北部入侵,由田中九一指挥的日寇第23军约两个多师团,从广东向广西东南面入侵, 总兵力在十五万至十八万人之间,参加防御作战部队,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的第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军。 第三十一军,军长贺雷珍,第四十六军,军长梨行术及旧战区指挥的蒋介石敌系部队第九十三军,邓龙光乐系的第三十五集团军的两个军,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的三个军等部队,既有十六万余人。 1944年9月11日,日军占领贵北战略要帝黄沙河,9月13日,敌后占领全县,广西北部门户洞开,桂林吃锦,9月21日,从广东来犯之敌,攻县吴州,紧接着攻县贵平,平南,武轩等地,威胁柳州右侧北,从贵北入侵之敌。 攻县悬线后,直扑兴安,第九十三军及第七十九军在兴安一线,曾与敌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战斗,不知,兴安于9月30日限敌,敌攻县兴安后,继续难犯,10月27日,凌川失守,此时桂林城外围以无我方军队,11月3日,敌集中所有火力工程,守城部队虽于来犯之敌,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中因敌众我寡, 孤军无援,战斗坚持到11月10日夜间,由于防守司令维云松帅第三十一军军长贺雷珍,第170师师长许高阳等高级将领,极少数部队突围,逃出桂林城,城内有组织,有指挥的对敌作战终止了。 11月11日上午8时,桂林失线,蒋进石延令死守桂林三个月,实际只战斗了九天即告失线了,桂柳会战结束,在两个多月时间内,我方竟丢成师弟79个县市,占当时广西全省100个县市的79%, 这次桂柳会战,双方兵力相当,且我方优势较为明显,如是空权在我方有美国空军职员,结果却败得这样惨,主要是蒋介石处心积虑,借到消灭一击,是导致惨败的罪魁祸首。 战区作战部署后不久,白重启,以参谋副总长名义,从重庆非礼广西指挥作战,会上,白不同意第四战区的作战部署,并提议由夏威集团的贺维珍,李行述两个军担任,桂林城防守备,应由第九十三军在黄沙河转禁后担任,张法逵对白改变战区的作战部署不知可否,后白重启向蒋介石报告, 蒋不同意由第九十三军转禁后防守桂林,桂林的守备仍有桂军负责,以最高统帅身份压白服从,由此,不难看出蒋的用心所在,蒋介石就是想趁此机会借日寇的刺刀,来消灭新桂系的两个军,此一,新桂系守城的两个师,一个军不除极少的官兵,随北云松逃出桂林外,几乎是全军覆没, 据1944年11月11日,日寇第十一军发布的战报称,守军遗失五千六百六十五具,被俘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一人,蒋介石见日寇刺刀来消灭一己的目的算是达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